同学们好 上节课咱们完成了商品模块是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下去之后我对商品模块进行了一些优化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产品这里 这里是一个分类是吧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点击这个分类 然后展示相应的商品是吧 但是现在我已经把它优化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让你添加一个服装 蓝色服装 1然后选择分类是在蓝色系服这里 你选择新商商品单位一个 这些全部以1代替 好这里是优化的比较重要一个部分 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的上传图片 上传图片我使用的是一个插件 叫boardstrapfileimport 这样一个插件 我们来看一下 点击上传能播图 你看盘出这样一个 接受一个特效是吧 这个插件呢 我可以多上传多张图片 比如说你看我现在上传四张 我指定了是四张图片 它可以预览 然后可以单个上传 也可以多个上传 我现在上传四个 好上传成功 嗯怎么有一个没上传成功呢 有一个 这里是吧 上传 好都成功了啊 上传三张图片 这个呢是一个多多头上传一个插件啊 叫bordstrapfileimport啊 我现在删除 是吧 你看删除 啊 上传 上传 啊 成功 还要这里再写一个啊 这样的话就优化了咱们这个添加商品的这个模块啊 好 我们修改看一下 你看 对吧 现在 删除 啊 再上传 好 上传 上传 你看四张图片是吧 好 OK 现在我们听一下 这是修改商品啊 刚才有有几个文字啊 这个呢就是咱们咱们整个商品模块 它还有这个删除是吧 啊 这样咱们整个一个这个模块就算很清晰了啊 这里我刚才没有解释了 就是这个其实我也做了啊 就点击一个男子细维 谈出相应的这个商品数据啊 就通过分类去筛选 好 那咱们这个商品模块呢就算成功了 成功之后呢 我想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插件啊 因为 呃 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插件的用法啊 插件呢 我已经提前下载好放在这里啊 这个呃 目前来说好像是无法下载 为什么呢 它好像是收费的 所以呢下去以后我会把它打包单独给大家发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 啊 基于波特斯加普3可预览的htm5文件上传插件啊 好 用法呢 我已经提前把它写好了啊 到时候直接把这个发给大家啊 这个波特斯加普费了import的插件功能非常强大啊 然后样式也非常美观 并且支持上传文件预览阿亚克斯同步或一步上传 拖转文件上传等炫酷功能 比如说我现在找到这里啊 你看 或者说我可以拖载上传 比如说 我找一张图片啊 你看拖载上传 是吧 非常的方便啊 好 然后我们来用一下这个 看怎么用啊 首先我这里今天充电了好一个应用啊 叫 波特斯加普 费尔营破的这个应用啊 然后 我们来访问一下 好 这个啊 他默认是在 tb5默认是在跑步内克里面是吧 好 得到了一个1 然后我们进控制器里面去 是吧 打开index控制器 然后再打开这个 试图 打开啊 现在试图里面是什么都没有的 我直接因为我为了节省时间我直接从这个下面这段我提前写好的这样的代码啊拿过来 拖开 拖开一下啊 然后翻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这个是初始化啊 这一段代码这些你都可以不用 主要就是这一段代码叫import 然后fail叫0啊 这个是初始化啊 初始化插件 我这里选一下啊 引或者要引入插件 引入插件这里呢我们提前要引入几个css文件这这两个啊 引入 还有这个border setup啊 但是如果你的空价自带有border setup的话你可以不用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是 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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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式 文件啊 这个样式文件我放在哪里呢 看一下 放在了这个 toblake下面有一个 stats 这个文件夹下面有一个 叫fail啊 然后下面有一个css 这个啊 这是样式文件 还有一个是js 这个js文件 他要求使用这个 或者stop 还有这个jquery是吧 好就在这里面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好样式弄好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用法啊 首先呢图片上传了我是写了一个函数这样一个函数啊 他第一步传入一个参数就是这个啊 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什么呢就是初始化这个样式 比如说我们看这里啊 这个就是初始化样式 第一个是设置语言 这个插件呢他支持这个英文法王各个各个的语言啊 这里我用的是中文 语言怎么选 我们看一下 在 在boss drop public 下面有一个 stiles fail啊 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叫什么呢 叫 看一下啊 叫 我看选择语言的插件在哪 是js是吧 选择语言的插件 这里啊 你看我选择的是这个 中文啊 这里uk是英文啊 好 这里选择语言 然后这是上传的地址 比如说我们我们说阿雅科斯要传入一个地址是吧 这个就是要上传的地址 然后这是图片的类型啊 你允许是上传图片的类型比如GPG PG GIF GPEG 是否显示 上传按钮啊 还有这个 这是默认的样式啊 按钮样式 它采用的是波罗斯加普里面的样式啊 然后这个是 表示允许同时上传的最大高速 比如说我现在改个塞 我们看一下 刷新一下 啊 我同时上传四张图片 看可不可以 你看 选择上传的文件数是超出了最大限制三 请重新上传啊 比如说当你选择4的时候它只允许同时上传 三个啊 好现在改成4啊 然后 这个是上传的配置啊 有点像有点类似于阿雅科斯 这个这一段函数 这段函数我写一下吧 这段函数是 先听事件啊 监听 事件啊 比如说上传 上传完成以后它会监听这个事件啊 给你返回一个参数 好 首先我传一个地址这个地址什么了是index下面的index下面的index下面的idd方法 所以我这里要新建一个叫public endex下面的idex下面的id8 灶犹 这个不需要啊 因为它接收上传的数据 比如说我们直接把它打印出来 Deload下滑线 好 传任过去以后呢 还直接这里 F12 看一下 先刷新一下 点击这个Network 好 现在可以选择图片 选择三张图片 选择以后 我一次点击上传 它就触发RX 是吧 触发三次 你看 访问这个ADD控制器 这个控制器 它就会把它对应的 这个File里面的 这个数据给显示出来 是吧 所以我们这里只要处理 这个File 处理这个数据就行 比如说 TP里面上传文件 有一个Late 看一下这个Late 这个Late的话 我应该提前夹打好了 看一下这个Late 这类在我的深刻PHP里面的一个扩展 默认的话 这个你是没有的 你的要去哪里去 我们看一下 默认这个扩展是没有的 深刻 我 然后 找到它的官网 点击下载这里 这里是R RC史瑞版本了 是吧 到第二季的时候 我们会更新这个最新版本 这里目前的话 咱们使用的是RC 2 就是R的版本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我后来做了 做了一下测试 就是这个三版本 跟二版本 其实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说 你在学我这门课程的时候 一定要使用RC2 就是R版本 而不是使用三版本 三版本 它的语法 跟我的有些不一样 到咱们第二季的时候 再进行改变 好 看一下 下载包仅为核心框架 扩展库 请到这个里面去下载 是吧 顶级你看 是不是在这里 有一个 Xtide 这个扩展 默认的话 顶级这里 这里有一个 记得这里有一个下载 或者是你用这个S5下载也行 直接顶级之后下载也行 这个话 我已经提前下载好 下载好以后 你把它放到你这个SinglePHP 里面有个扩展目录 直接拷费到这里 点击看一下 他摸着这个图片处理内 你看 上传内就给我们加载出来了 怎么加载使用这个 Use 然后杠杠代表这个 根路径 然后ORG代表它的扩展的ORG 然后Upload 引入这个Upload内 引入这个Upload内 是吧 所以我们要用的话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内了 使用的方法跟咱们以前的3.2一样 顶级这个 完全开发手车 找到这里 这里有一个文件上传 找到以后拉下来 直接把它拷贝过来 拷贝一下 粘贴过来 摸着你粘贴的话 它的格式不太对 所以你要调整一下 好 这个是它的上传地址 上传地址我们使用这个根地址 比如说要root ph 地址 根地址的话 我们看一下上传地址的文件放在哪里 放在 放在 Styles Styles 然后 再来一个 二级目录 就放在这里 Emergy里面 看里面有没有图片 把它先塞了 就放在这里 刚前路径的Styles 下面的Emergy 目录里面的 上传成功以后提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会不会提示成功 刷新一下 选择 选择 现在选择图片 多重上传 同时上传三章 是吧 定义上传 有问题是吧 他说这个upload 这也没找到 在这个 这个要改什么 他不是在这个深刻下面 也就是说他不是在这个默认 默认的这个library深刻下面 它是引入了扩展 在这里面 所以我们这里改什么 改成ORG 好 刷新一下 随意上传 上传三章图片 好 上传 你看 返回回来是一个对象 返回回来是一个对象 我们这里打印一下 这个对象 我们看一下上传成功没有 你看 他默认是以 以这个 指默认出现方式是以实践 是吧 比如今天的这个日期 2016年 05022日 是吧 你看 三章图片就上传成功了 我们再来一次 这是我点击这里 看收了 刷新一下 选择 生传四章 打开 生传 你看 他返回四个对象 我们顶一看返回是什么东西 你看 找到这个 返回的数据 我记得有一个是 这个 在这里 我记得返回应该有一个地址 返回的地址 复制一下 直接点 点 交用这个 因为是对象 交用这个属性 我想获取他返回地址 是不是我这里没输出 没有把这个地址输出出来 这里 比如说我输出一个图片地址 我是不是可以获取这个图片的地址 比如说获取这个图片的名字 你可以自己组成名字 我这里就随便输入一个 比如说这个绝对地址 假设 这名字是我自己命名的 就说在这里指定的名字 就有一个123.56 是吧 GPG 是吧 当然我这里是做试验 相信你们自己完成一下 这里为了把它转换成 Js能认的函数 怎么转 叫Js encode 是吧 这个咱们在微信课程应该学过 刷新一下 好上传 上传 没上传成功吗 好像卡了这把年 98% 取消一下 再重新上传 这里就不应该有了 是吧 就成功这个 否则会报错 上传 你看图片地址是不是给我返回回来了 我再把图片地址 插入到这个阴面里面去 这点 大家下去就自己写一下 因为这个其实还有很多 很多小细节的问题 兄弟这细节是相当麻烦的 因为他涉及写前台的Js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已经写完整的 这个 我们找到我写的这个完整的 在这个引代课上面 这个完整的 add里面 我们找到这个 你看当我顶记的时候 触发一个Js事件 显示这个框是吧 这是我写的一个特效 在这个 在这里 要用这样一个 显示事件 而且是在 间显的 你看图片上传 当我顶记一下 触发这个事件 可以关闭 也可以点击 还设置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 当我上传四张图片的时候 他自己关闭掉 你看 上传四张 关键 你看 是吧 这个还禁用了 这就是我写的一些特效 还有一个顶级 你看 是吧 我顶记这个 这个又恢复白了 你看 选择一张 上传 是吧 你看 当我顶记的时候 你看 又可以上传了 是吧 如果不顶记不删除一张的话 他是无法上传的 这样的话 我就先知了 他只能四张 因为咱们前台的时候 前台的这个也是四张啊 我试了一下 这个前台的这个 样式 啊 也是四张图 所以我就先进了四张啊 但是同学们也可以做五张或者六张 他下面写了很多JS 比如说这个删除的啊 你看 是吧 还有这个插入的 就是当我上传一张图 图片的时候 我在我在这个应用里面 操入一张图片 啊 有这些特效 他下去就可以研究一下啊 这我就不带到大家去写了 因为这个写起来现在 挺麻烦的 这个啊 主要是细节问题啊 好 那咱们这节课先到这里啊 下节课咱们开始讲这个 呃 全约全约控制啊 好 谢谢大家